我猜啦 一定有很多觀眾 就算有看漫畫 也沒在追單版本 因此不知道在時間暫停中的 哥德羅里 米卡莎 和宅男阿爾敏是怎麼回事 這邊 我就帶大家看看 在本傳百年後 主要角色生活於一般學校的故事 放心 這部分完全沒有劇透本傳的疑慮 對於想知道創歌 其實想畫什麼故事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期的內容 目前 本頻道正在連載 歡迎來到實力之上 主意教室 遊戲人生 以及轉生史萊姆 對這三個系列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參考播放清單 還有 本頻道每週六晚上8點都會有實況 如果想跟頻道主有更多互動 可以在那個時間回頻道看看 故事是這樣的 很有可能在本傳結束後的百年 巨人中的所有重要角色 全部投胎到同一所學校 運動員萊娜 學校的王 雖然是學校風雲人物 但舉止有點不禮貌 傳令兵 貝爾托特 專門替萊娜講話 女王蜂 西斯特利亞 根本算不通 這邊的她是在衣食無餘的環境下成長的名媛 因此 她對學校的生活感到枯燥乏味 取悅者 尤米爾 生存的目的就是在取悅女王蜂 想讓女王蜂覺得少了自己就無法生活 慈喪卡 馬洛 到處找人參與慈善或政治活動 崇拜者 希奇 想成為西斯特利亞的朋友 順便沾光 普通人 愛蓮 不屬於受歡迎團體 也不是宅男類型 沒有夢想跟想做的事 不良少女 約翰 以為自己受歡迎而死壞 不良少女 雅妮 被當成跟約翰同類 讓她覺得很不舒服 懶惰蟲 柯尼 笨蛋一名 不可思慾少女 莎夏 不太能夠區分食物究竟可不可以吃 電腦通 阿爾敏 熱愛日本動漫的電腦玩家 俗稱 宅男 智囊 馬可 阿爾敏的宅男同伴 哥德羅莉 米卡莎 神秘少女域名 試圖找出能讓她甩開約翰的詛咒 如同現代一般學校一樣 該學校裡也存在著學校種姓制度 所謂的學校種姓制度 指的是 在學校社會中 把觀察到學生之間的上下關係 比喻成種姓制度 這種狀況 尤其在國高中特別明顯 由於處在階層地步 容易淪為被霸凌的目標 因此在設定教室內 身份排序時 可是會攸關到生死呢 另外 轉生的不只他們 就連調查兵團重要人物 也通通跟了過來 歷史老師 艾爾文 雖然是個平凡的老師 卻總是在一般人覺得不好笑的地方笑場 清潔員 李維 過去可能是黑社會老大 診所學校除了幾個人以外 所有人都很怕他 化學老師 漢吉 總是為了滿足自我的好奇心而觸發 好 介紹完了主要登場人物 我們來看看這邊發生了什麼事吧 就在某一天 艾連遇到了正在欺負阿爾敏的約翰 看不下去的他直接動手阻止約翰的騷擾 而這麼做的結果 就是讓阿爾敏和米卡莎開始崇拜艾連 謝謝你 你就像特攻聯盟裡的主角一樣帥氣耶 不是 你一定是為了我擊退那個男人所派來的黑暗騎士 相對於這兩人的態度 艾連只覺得他們很煩人而已 然而 就在艾連想逃跑之際 居然撞見了李維的交易現場 不是 這是最新的清潔技 想當然 艾連根本不信 於是就這麼逃離了偽犯罪現場 歐魯 都是你給的方式讓人誤會 為什麼不可動一點 我想說老大想起從前應該就會回來 我記住你了 你叫做艾連 離開現場的艾連等人 本來想像跟李維關係很好的老實商量 可是呢 一看到這些人桌上也有危險的東西後 就只能放棄這想法 不幸的是 艾連在隔天早上 就直接被李維堵到 然後 就被抓去清潔地板了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誤會解開 鏡頭來到女王瘋這邊 身為壞女孩的她覺得 圍繞在她周圍的朋友都很無聊 萊娜 是個只會情報的無聊笨蛋 小跟班只會聊AI 尤米爾則只是 會吸她頭皮的工具人 應該是得不到共鳴吧 她就把目光放在 以為跟自己相同狀況的艾連身上 然而 令她萬萬想不到的是 艾連居然不但交到了朋友 周圍的人際關係也變得相當豐富 看到一個自己認同的人 跟想像的不一樣 希斯特利亞 她 誣陷艾連 對她做了很過分的事 這下好啦 女王的親衛隊開始散佈謠言 這害得艾連到處被惡搞 霸凌 發現狀況不對的阿民 趕緊詢問艾連知不知道些什麼 而想當然 艾連什麼都不知道 看著艾連的慘況 女王心中也是慌到不行 糟糕 沒想到我的一句話 鬧得這麼大 怎麼辦 如果現在說那是我瞎掰的 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 還是跟她道歉好了 遺憾的是 面對走過來問話的艾連 女王仍拉不下臉 然後 他就被艾連啃了 雖然艾連在後來被親衛隊圍喔 不過 事實的真相 以及女王被啃的畫面 也因此被散佈出去 兩方人馬在學校的地位 也從此逆轉 看著弱到底層的女王 狡詐敏為了讓女王欠艾連一個人情 便慫有艾連向女王道歉 就這樣 校園鬧劇告一段落 真是可惜可惡 在接下來的無聊日子裡 艾連與朋友們開始玩疊先 令讀者萬萬沒想到的是 從頭到尾在講話的馬可 居然在數百年前就已經死了 而且 艾連等人還看不到她 真的是 好可怕啊 大概是日常生活太無聊了吧 艾連做夢夢到 漢籍的化學實驗失控 讓所有人變殭屍 而艾連本人呢 則變成了殭屍片的主教 率領眾人打殭屍 醒來後的空虛 讓艾連露出訓爆的表情 我已經無法再忍受平凡無期的日子了 如果人類不可能面臨滅亡的危機 那我自己來製造機會不就得了 就在 艾連想著一連串危險的事情時 她被尤米爾的教徒 甲壁和法爾科給傳教了 怪的是 拉人拉到一半 艾連居然清楚看見了他們的神 而且 艾連還把神的形象完美描述出來 由於甲壁他們根本沒說神長什麼樣子 因此 這兩人確信 艾連接受到神明的啟示 就這樣 甲壁把這件事告訴邪教總部的人 艾連也就在好友面前被綁架到邪教總部 邪教的領導者 即刻 立刻詢問艾連神想傳達什麼 而艾連當然回 我怎麼會曉得啊 那個穿著破舊衣服的女孩子是誰啊 沒想到 艾連的這回答 反而讓教徒更加興奮的確信 艾連就是使徒 這些人 腦子都有問題 他們不知道綁架是犯法的嗎? 就在艾連無計可施之計 萊娜在女王的加油下 居然衝了進來把艾連搶回去 原來 在艾連的好友們向女王求救才有了這次的救援行動 一般來說 故事到這裡應該就會完美收尾 但創歌卻不想這麼做 在這個邪教集團中 存在了社會上各種有力人士 這些大咖 居然在艾連等人逃跑後 把所有人都給通緝了 面對被包圍的狀況 女王徹底發瘋 大學 推增 去笑 不只這樣 他甚至吐了出來 其他人呢 米卡莎還算正進 阿爾敏整理狀況 萊娜是個笨蛋 尤米爾在一旁當亂員拍攝就算了 他還趁亂喊 情報大猩猩 我要拍影片 你快朝著警車丟大便 艾連呢 這跟動畫一樣 覺得都是自己的錯 很突然的 神 尤米爾先生 他把他的勺子交給艾連 這讓艾連忽然完全明白 尤米爾想傳達什麼 於是乎 艾連帶著夥伴主動投案 並向攝影鏡頭表示 自己已經得到神域 全人類都能夠得到九屬 原來 神想向眾人傳達的事情是 三溫暖的美好 首先 第一步要提升體溫 讓血液循環變好 透過大量出汗 完成排毒 再來 有些店會提供熱風吹浮 第三 泡冷水 第四 擦乾身體後享受外氣慾 最後 全身放鬆 讓全身的血液循環更順暢 此時你的腳尖 甚至能感受到麻麻的震動 在艾連明白啟事的神聖後 他就決定利用這教誨 在世界各地打造極熱世界 看來創哥很喜歡洗三溫暖呢 結束系列故事 來到了晉級的學校階級完結篇 艾連 阿敏 米卡莎三人 在電影院看完百年前的巨人紀錄片 對於巨人的結局 米卡莎認為伏筆都有交代 一些缺點是為了讓觀眾更有親近感 阿敏則認為 結局都跟他預料的一樣 只不過 很多缺點的部分 無法消除阿敏的不滿和疑問 至於最關鍵的艾連 他只是覺得跟朋友看電影很開心 如果有下部作品 他們也要一起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傳百年後的未來 大概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很難解釋艾連的跑馬燈中怎麼會有 哥德羅莉 米卡莎 宅男 阿敏 以及 喜三溫暖的眾人 不知道各位對這種補充滿意嗎? 如果喜歡這期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接下來還會繼續製作相當多關於巨人的題材